大家好,我要为匹马盟会约拿书做见证 就在6月15、16日上完匹马盟会的课程之后 我就开始陆续经历上帝特别的带领和恩典 我的小儿子是特殊的孩子 他有自闭症 他目前是过二生过三的学生 但是在过去一年当中他非常的辛苦 因为在学校的辅导师主任 对他并不是这么友善 而且很多时候非常的针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状况非常的苦恼 也很担心孩子在学校的情形 所以我们常常带着孩子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但是就在我们上完匹马盟会的课程的后三天 也就是三天后 我突然间接到消息 孩子学校的辅导师主任突然间换人了 而新的辅导师主任对孩子的状况 不但了解 也非常的接纳 愿意为孩子的需要提供协助 我非常感谢神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做了这么大的变化和改变 是我们对孩子的最后一年在国中 我们可以放心 所以非常感谢赞美神 另外就是约拿书 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 所以我对约拿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 并且在读经当中也读了很多遍 但是这一次在匹马盟会的课程当中 我匹马读约拿书的时候 我居然是止不住的边读边流泪 而读几遍我就流泪几遍 而我每次在读约拿书的时候 我都深深的感受到 我就像约拿一样的悲逆 而不顺从神 但是我也深深的感受到 神对我的接纳和包容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特别的经历 因为我没有想到在匹马盟会当中 神让我重新看到我自己的罪 因而未宪的罪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 另外也就是在我做匹马盟会期间 我是案情班的主任 那我的案情班当中呢 有好几位都是特殊生 那其中有一个小女生是 不说话的小女生 她只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会说话 在外面她一律不说话 但是就在我做完 做匹马盟会这段期间 她竟然开始对我说话 而且她开始不单单是对我说话 也开始对周遭的同学 试着开始愿意开口说话 这样子的改变对我来讲 非常的惊讶 因为她在补习班当中 越来越开心 也越来越有安全感 所以我发现这样子的改变 是非常特别的 那另外就是因为我是案情班主任 在这段时间我有很大的招生压力 但是就在我做完匹马盟会之后 甚至是写完读书心得的第二天 就有三位学生 新生来报名 并且在这一段期间 就是陆陆续续都有家长 自己进来 走进补习班来询问 这是跟之前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 让我感受到做匹马盟会的威力 也让我感受到 在做这样子课程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一直领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 让我有机会能够参加这样子的课程 感谢赞美主 天堂敬拜使徒性教会 2024年7月16日 约拿书读后心得 我自小在主日学长大 约拿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在 熟悉不过的故事 过往读经也读过数遍 都没有甚么特殊的感觉 但这次在做披麻蒙灰时 我披着麻布读着约拿书时 我一边读着约拿书 我的眼泪就一边不由自主地流着 我读约拿书时 一直觉得我就像约拿一样自以为意 约拿是认识 神 知道 神的爱 怜悯和宽容的人 所以他不愿意尼尼威人得拯救 他自认为尼尼威人都该受审判 因此他逃离 神的吩咐 有些时候我也是如此 自己先定了别人的罪 而不愿意顺服 神的带领去协助他人悔改 另外 当我读到神的话二次临到约拿时 我也是难过不已 因为我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和不放弃 纵使我们如此悖逆 神依然给我们机会愿意使用我们 我过往也是一个不要恩高 不想多服侍的人 神借着几位牧者的启示性祷告说神要给我一个属天的能力 要我好好去祷告 我就不去为这事祷告 因为我不要恩高 就不用做这么多了 虽然 我如此愚昧悖逆 神也没有放弃我 仍然带领 我回到他面前 让我看见 自己原来 不只是拒绝恩高 而真正是拒绝 站在自己的命定上 感谢神再次愿意使用我 装备我使我可以回到他的心意里